在哪里拿到这个信息呢 是在这个当我去Medan Prastagi的时候 6月 有一个Camp 这个Camp就是 敬见神的Camp 这个就是那参加者 差不多有40多位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团队 有包括三间不一样的教会 在马来西亚过去 接待我们的就是那个印尼的 阿昆牧师跟他的太太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营会 蛮不错的 蛮美的 在那个Pastagi那个地方蛮冷的 那个地方 高山来的 有水有山 有很多树蛮不错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 当然在Camp 我们是吃简单的 去了Medan就乱吃了 吃得很丰富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喜欢吃 然后在那边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异象 这个大家如果认的是Beneng Hill 就看到一个 一个Tram要上去 那个上面 然后有一帮 一帮人在里面 不过上去 当然我们要望上去 不过这帮人一路望在 望后下面 好像不是很要上去这样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神就 我祷告 神就给我这段圣经 在弗利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来我们请Domineng再次跟我们读好吗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而且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心里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独立面前像个标杆自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 从上面 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经里是讲到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赛跑 当然在赛跑 我们就有面对很多拦阻 很多挑战 每一次都是我们要胜过 靠着耶稣的恩典 我们可以胜过 我们可以跳过去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完成赛跑 不要跑一半 放弃 然后那个标杆跟那个奖赏是什么 是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 得胜者可以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 正如我得胜后 与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标杆是什么 有一天当耶稣回来 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同坐王 哪一种人可以跟耶稣一起同坐王 就是得胜者 靠着耶稣 你跟我可以成为得胜者 Amen Amen So然后我就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前辈的复印是什么 就是包括 这个是在EG 我们是做这个了 就包括永生 包括得到预知 得到更新 包括在这个咒诅被释放 得到祝福 神的祝福 包括被圣灵充满 得到能力 就包括当耶稣来 我们就迎接神的国 就永远跟神在这个荣耀里面 So那个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不毁坏的身体 So这个就是 那个前辈的复印 这个就是我们在EG所做的事情 So为什么 我们要强调这个在EG 因为什么我们读这段圣经 西伯来书这二章第一节 来 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 像彩云一般围绕着我们 我们就要放下一切中担 拜托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以坚忍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 Amen 因为什么 如果你要跑一个赛跑 如果你被一些锁链锁住 被一些罪捆绑住 如果你有受伤 你可以赛跑吗 跑不动 你被那些锁链锁住 你要跑跑跑 又被那些锁链拉回来 So你就没有办法可以赛跑 So在这个EG我们就帮助你 在这个罪的捆绑里面 如果你有切链 我们就帮你赶走它 如果有什么咒诅 我们就帮你撤断它 Amen 就让你可以得到自由 可以继续赛跑 Amen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 So当然有别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靠着一个EG OK 今天我就继续分享 上个月的时候我就讲到刚刚那边 So今天我就继续分享 So今天我就继续分享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 继续 这个 这个 卸力追求 我们要卸力追求一些什么 很重要吗 我们要追求一些什么 卸力去追求一些什么 So我们就要看另外一段圣经 在弗里比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 来请 我渴望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 与他一同受苦甚至到死的地步 这样我就无论如何都可以从死里复活 Amen 这里保罗就跟我们解释 那个追求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 那个目的是什么 有四个终点在这里 第一个是要认识谁 认识耶稣 不是我们去追求一些什么 一些恩膏啊 一些恩赐啊 那些没有错的 还是追求一些 祝福啊 那些都是没有错 不过保罗这里所要强调的 我们要去真实 卸力追求的 是谁 不是这些 这些当然耶稣可以给你 你要追求的是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耶稣 Amen 所以刚刚他们唱那首歌 紧紧抓住谁 耶稣啊 保罗都是讲啊 We need to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what Jesus have taken hold of us 我们要抓紧一些什么 我们要追求一些什么 要抓紧一些什么 不是祝福 不是更多恩膏 不是更大的事工 当然保罗有啊 不是讲他没有啊 不过这里保罗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抓紧谁 你要追求谁 认识耶稣啊 你更认识耶稣 你专于耶稣 这些 你就有咯 Amen Amen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有时候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 错了 Amen So now 怎样来认识耶稣呢 to know Christ 你要怎样认识耶稣 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要认识Dominic Dominic要认识我 我去他的家 我敲门 Dominic不开门给我 我在外面哦 还不开门给我 都怎样认识啊 没有可能他可以认识我 Amen 所以为什么今天 你要认识耶稣 第一个 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开门 接受耶稣 让耶稣 进入你的心里面 Amen 首先 接受耶稣 开你的心门 让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 Amen 那耶稣进入了啦 OK 现在我进入Dominic的家了 他不理睬我 他去做他的东西 让我坐在那边等 沙沙那边坐在那边等 Dominic有问题的时候 啊来来来 莫娃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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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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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记得耶稣 耶稣 教耶稣吧 会不会这样 这条路我都跑过了 没有问题的时候 就不理睬他 是不是 不行啊 你要认识一个人哪里可以 不行啊 你这样怎样认识他 你认识不到他 Amen 所以你要认识一个人 怎样 神给你一本圣经 我跟你讲啊 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 每一本书都是有讲到耶稣的 每一本 旧业到新业都是会讲到耶稣 所以你要去看 你要看圣经 然后你才知道耶稣是如何的 你才知道这个人 耶稣这个人是讲的 Amen 我们读圣经是要更认识耶稣 Amen OK 然后还有什么 要认识耶稣 是不是要跟他谈话 我进入 Dominic不踩我 我不踩他 怎样建立关系呢 怎样彼此认识呢 是要谈话的 Amen 我们要怎样谈话 我们怎样 对啊 祷告 你谈话是为了什么 要知道那个人的心意是什么 Amen 我们不是祷告 是要那个人知道我们要什么罢了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这样 有一个买菜的 有一个买菜的 一到十二 我全部求神 你要给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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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去买菜 去巴萨 去supermarket买东西 不是 我们祷告 跟那个人谈话 我们要知道 那个人的心意是什么 Amen Amen 所以需要祷告 耶稣都是这样啊 在哥西玛利言 耶稣怎样祷告 不是我的旨意 让你的旨意 天父的旨意 被完成 看到吗 耶稣都是要知道 天父的旨意 旨意是什么 然后耶稣要完成 天父的旨意 一样 我们都是要知道 耶稣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都是要知道 耶稣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跟他一起 同工啊 Amen 耶稣很喜欢跟你一起同工 Amen 你可以靠着他 靠着他的力量 靠着他的智慧 Amen 去胜过一切的旨意 去胜过一切的挑战 去完成天父的旨意 Amen 我跟你讲 最近我就有这个机会 跟我的太太同工 我就没有在家 没有做交互的 德国官知道 我太太在楼上跌下来 断了这个collar bone 断了collar bone 他要晒一副可以吗 痛耶 这个手都 他抬不起来 怎样要晒一副呢 我就有机会跟他同工 我不会晒啊 我不会晒衣服啊 他叫我怎样晒 我成为他的手哦 好不好 做到开开心心呢 还有别的啦 这衣服啊 还有别的东西啊 OK 感谢主啦 这个就是大概那个意思 OK 好 OK 所以这个是 认识耶稣难吗 我跟你讲啊 很多人讲啊 认识耶稣难 你会难 好像认识一个人罢了嘛 你有去认识很多人是吗 你难吗 认识人都难啊 不会啦 很简单嘛 这样你认识耶稣 圣经关于他 然后跟他谈话 然后知道的子依一起跟他同工 几开心 靠着他肯定得胜了 然后他回来 可以跟他一起冲作王 好不好 好啊肯定最好的啦 Amen 那些事业没有更好的 哈利路亚 OK 我就要讲一个 还没有去那个 第二的时候 第二是讲到 他的复活的大能 你要认识一个人 只是 当那个人差不多要死的时候啊 我还记得 我的妹妹那个时候 她还没有姓祖那个时候 她来到我的家 她忽然间半夜 好像有个心脏病这样 痛到她 她认为她要死了 有心脏病 我就快点 驾车冲 去Colombia 哈 哈 就当 她在车的时候 她就一路吩咐我东西啦 哈 那个时候 最重要的 对那个认为要死的人啊 哈 他吩咐你的东西啊 哈 那个时候就对他来讲 是最重要的 哈 哈 是不是 哎 你要死了耶 你要交代好耶 你要交代是什么 那个事就最重要了 OK 要 要 所以耶稣 要面对 还没有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他知道他要死了 这个就是耶稣的交代 他的祷告 在哪里呢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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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High Priestly Prayer 哈 哈 所以这十七章 你读 你就知道 对耶稣来讲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哈 耶稣 对耶稣来讲 他最重要的 哈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你跟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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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整段 John 17 最重要的 是你跟我 哈 来我们 我就一段段 带你过哈 哈 哈 第一 在耶汉福音 十七章 第三节 来请读 认读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呢 耶稣讲 要认识神 天父 跟认识 天父所差派的耶稣 那个就是永生 我跟你讲 耶稣所要强调的 是你跟我 得到永生 阿们 他来都是要为了这样的目的 他来死在十字架 三天后复活 都是为了要给我们 永生 阿们 所以耶稣第一 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 懂神 阿们 因为说有一天 他希望 你跟我 离开这个世界 可以跟他永远 在天上 阿们 这个就是 耶稣的心意 OK 然后 第二 来我们请读 在 第九章 第九节 20节 来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去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为他们本是你的 20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因为那些 因他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阿们 耶稣这里 为谁祈求 第一 他为他目前的门徒 祈求 那个时候的门徒 然后 他都是为 那些会信 他门徒 所传扬的 福音 的 信徒 祈求 所以耶稣不是为世界祈求 耶稣是为谁祈求 他的门徒 跟 信徒 这个是 包括谁 包括我们 阿们 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信徒 阿们 为什么耶稣 为我们祷告 祈求 不是为世界 还是世界任何一些 事情 一些生意 一些世界的名人 一些 你认为 OK 我就给一个 问你一个问题 谁可以拯救 改变马来西亚 你要为谁祷告 为谁 带求 要为谁 安华以伯良 Negi Sembilan 谁 谁 可以改变 Negi Sembilan 谁 谁 谁 我们的Mentri Bessar 你要为谁 祈求 祷告 带求 耶稣讲 他要为他的门徒 带求 他要为 他的信徒 带求 就是他要为 他的教会 带求 为什么 为什么 谁是耶稣的代表 在这个世界 你跟我 教会了 谁是世界的光 教会都是世界的光 我们就是 教会 我们就是世界的光 Amen 世界黑黑暗暗 就靠着谁的光 谁要去发光 你跟我 然后教会才有盼望 不是 然后世界才有盼望 Amen 不是靠着 外面某某厉害的人 不是靠着外面一些political的政治的人物 你要看到 你要看到世界改变 你要看到一个地方改变 要为谁带求 耶稣为他的教会带求 Amen 就要一起来发光 那个时候 那个黑暗就会离开 Amen 所以最重要是你跟我 Amen 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的心 还有什么 保护 你看耶稣很关心我们 好像父母都是很关心儿女 我们只是如果可以 我们要保护他们 Amen 耶稣都是很关心你跟我 来我们看 读一段神情 来请读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儿子 你看 这个是耶稣跟天父带求的 他知道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 他没有要求天父 带我们全部走 现在就上天堂 没有 他知道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世界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要做 不过 耶稣 求天父怎么呢 保护你跟我 在这个世界有那个恶人 那个恶者是谁 沙灘魔鬼啊 the evil one protect them from the evil one 还有一个恶者 在这个世界 那个就是沙灘跟他的魔鬼 所以神 耶稣 求天父保护你跟我 Amen 那我就给你一些见证 还有brother我再见你 OK 很好 我就讲他的见证先了 OK 有一个弟兄 进了医院住到很多个月 有一些吸尽啊搞到他 真是整个人要崩溃了 蛤 医生 以来以去 以来以去 还不行哦 又一大堆的antibiotic丢进去 还是解决不到 几个月咧 在医院 他很低落了 然后他想到要自杀了 我不要再活了 他好像MCO这样 很多人在家 然后想到要自杀了 那天他想到要自杀 你知道谁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有为这个人祷告 那天神有带领他去医院 本来那天 那个家伙啊 已经爬到上去了 不过他找错路 找不到那个地方在哪里 可以上去跳 然后OK 找不到他就下来 然后下来就遇到brotherho 来探访他 就这样 brotherho就鼓励他 brotherho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如果神感动他 他就顺服了 我跟你讲 要圣灵带领你 你要好好顺服 OK 神有时候要使用你 去保护一些人 被他带导去鼓励他 我跟你讲 那些很depressed的人 你鼓励他 你所讲的话 真是很大的帮助的 the difference is committing suicide and carry on living 那个带导很重要 那个鼓励很重要 Amen 所以为了这样 那个人就决定不要自杀 他得到鼓励 他知道耶稣 爱他 关心他 Amen 所以耶稣就透过我们去 为一些人带导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保护 OK 神很爱我们 他要保护我们 OK 刚刚你在 很谢谢 来 还有 第四是什么 来请读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们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Amen 还有一个耶稣很关心的 他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都是不要世界去影响你跟我 让我们越来越属世界了 越来越爱世界了 所以讲 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拯救出来的 我们是属于天国的 Amen 所以耶稣就 祷告天父什么呢 他讲 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门徒 我的信徒 都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耶稣就祷告什么呢 Saintify是 成圣 他是讲 用你的真理来成圣他们 Saintify他们 什么就是神的真理呢 就是神的话 就是真理 因为这个世界一大堆谎言的嘛 撒族魔鬼是 谎言的父 他这个世界的观念 全部都是谎言来的 不是真理 是我们一大堆的谎言 所以需要神的话 神的话才是真理 所以神要用他的话来 承圣我们 Amen 为什么你要 看听想讲 行 神的话 Amen 这个五个步骤很简单嘛 大家可以做了 Amen 你就越来越像耶稣 你就越来越圣洁 Amen 这个是 你跟我要去做的 你不要 看跟听 世界的东西 每一天 你会越来越像耶稣 每一天 我看手机 那些世界的东西 看到 不放手了 你知道吗 世界的东西 你全部都知道 哇 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八卦的东西 厉害 会不会原来像耶稣 弟兄姐妹 不要自己骗自己 看什么 听什么 很重要 Amen 那些东西 不是神的话 那些东西 不是真理 要靠什么 才可以 成圣 圣的真理 Amen 做很简单 你每一天 你要做的是 选择 你要看什么 听什么 做得到吗 简单啊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做这个决定的 Amen 可以啊 我们的选择 选择看 跟听 神的东西 神的话 神的真理 你就会越来越 成圣 Amen 我们就会越来越 像耶稣 好 OK OK来 继续看 替我 来 请读 你怎样拆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拆的门到世上 耶稣是讲的 天父 你怎样拆派我在这个世上 我现在都是怎样拆派我的门徒出去 Amen 这个耶稣拆派我们出去做什么 最后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天教的时候 他吩咐一些什么 大使命啊 Amen 耶稣要拆派你跟我 他讲去 使万名成为我的门徒 我们要带领他们信主 我们要培养他们 我们要教讨他们 我们要顺念他们 来跟随耶稣 Amen 这个就是 耶稣希望看到的 还有很多人 还没有信他 还有很多耶稣的信徒在外面 神怎样拆派他 他今天要拆派你跟我出去 Amen 这个就是耶稣的信 Amen OK 来 这个大家都熟了 最后 最后 可以 好来 请读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也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义 向我们合而为义 你看这样 我跟你讲 耶稣跟天父 很合一的 好像一个一个 一体这样 天父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天父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个合一啊 那个忧念啊 受耶稣讲 跟天父讲 好像我们这样合一啊 他的代导 代导是什么呢 要 我们都是跟他这样合一啊 我们披子时间 都是合一的 Amen 就教会的合一 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如果你读下去啊 当教会合一啊 世界就知道 耶稣是神所拆派下来的 世界就知道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没有写到的这里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 为什么教会的合一 这样重要 当教会的合一 就是对世界来讲 一个见证 见证什么呢 耶稣真是神 采派下来的 他是从神那边 采派下来的 他是神 然后就证明都是另外一点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Amen 不过很可惜 包括我自己的教会 分裂又分裂 不过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分裂了 这个是以前的事 分裂蛮多次 不过感谢主 停了 还有一点我没有放到 耶稣就希望我在哪里 你们都是会有一天在哪里 耶稣现在在哪里 在天上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一天 可以跟他一起 在天堂 Amen 这个是我漏的 所以大家知道耶稣的心意了 Amen 全部是关于谁的 是关于你啊 跟我啊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在耶稣的生命 在耶稣的眼中 我跟你讲啊 跟你隔壁讲 在耶稣 耶稣你是最重要的 Amen 对保罗来讲 谁是最重要 你看啊 全部是讲到耶稣的 对保罗来讲 耶稣就是最重要 对你跟我来讲 都是应该是这样 Amen 耶稣当我们是最重要 我们都是要当耶稣是最重要 不是别的东西 Amen 来我们继续看 第二是讲到耶稣的 复活的大能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这个是讲到什么 耶稣不单单死在十字架 如果他单单死在十字架 没有用 我们所相信的 是 in vain if Jesus did not resurrect if Jesus did not resurrect from the dead what we believe in is in vain 是in vain 我就讲 这没有用了 所以耶稣不单单死在十字架 三天后他复活了 Amen 他今天所给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Amen 你知道吗 你有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 你如果信了耶稣 你有祂的复活的生命 那个复活的生命有大能的 胜过罪恶的 胜过引诱的 胜过一些挑战的 Amen 靠着耶稣的复活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Amen So 我们怎样要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 生命需要培养 Amen 刚刚我讲了 怎样培养生命 看听 想讲 行 神圣都是一样 OK 越来越像耶稣 你要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 当然哦 那个五个步骤 你要看听想讲 行 神的真理 神的话 你要去服从祂 你就会活出那个生命 Amen 简单 你就可以成为得胜者 然后还有一点关于这个复活的大能 就是谁 神 耶稣 上了天堂 祂才败水果下来 圣灵啊 现在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 天啊 你知道同一个圣灵 附和耶稣 让耶稣使你 附和 让耶稣可以使你 附和的圣灵 现在住在你跟我里面 一样的圣灵 耶稣可以附和 的圣灵 现在住在你里面 你知道你有那个力量吗 那个power是 好像dynamic dynamics 那个字他们用 有一个爆炸力在你跟我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啊 我自己啦 我祷告一致 我祷告一段时期啊 好像我自己都不想 很相信可以一致的 会不会 我开始 不认为我有那个复活的大能在里面 我有那个可以 死里都是可以附和的圣灵在里面 我还记得最近我去为一个牧师祷告 我为他祷告 他 Dr.冠知道是谁了 他痛到半命 有时候痛到啊 坐 坐 没有一个钟头就要躺在那边 他还去服侍 我看到他很凄惨 我说OK啊 我要为你祷告 让耶稣预知你 我就为他祷告 奉耶稣的名 你要起来奔跑 没有一致哦 祷告多几次 祷告到有一天 我就跟他讲我要回家 他就看着我 我还没有好勒 我讲下一次我派我的长老来 我不行我不够信心 我跟你讲 你叫以前我长老怎样被训练的吗 他去Aran Asli那边 在Aran Asli全部啊 很单纯的 他们什么都没有嘛 那边没有医生 没有什么 没有Hospital 那时候啊 很多年前了 他们全部就排队在那边 有病了 排队哦 很单纯啊 他很相信神可以医治的 所以我的长老就站在那边 整班人排队 就一个个来 祷告 你要祷告到啊 好了 他们才走的 不好 他们不会走的 这样多人 如果我在那边就惨了 他们是这样训练的 好了才走 OK 不过后来神很可爱了 还要鼓励我们了 我们的信心比较没有这样强了 以前我们就是很 哇 很有信心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我就讲一个见证 最近的 最近的 午夜才发生的见证 有一个弟兄 他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 还没有到MCO之前 他有参加过我的弟兄组了 我都忘记他 他是另外一间教会了 为里公会的 他都是很久没有去为里公会了 有一个brother带他过来 后来他有参加几次罢了 后来MCO就没有弟兄组 没有什么了 就有一天 六月的时候 他就邀个电话给我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没有关系 他要我的教会的弟子 他要去教会 我就很开心 平常我们就要找人去教会的 鼓励他去教会 拉他去教会 这个自己找上门 不错 自己来 我都忘记他是谁 他讲他要去教会 好 快点给他联络电话 什么东西 他弟子给他 后来他真是很忠心来教会 每个礼拜都来 长老就问我 来我们找他喝茶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他会回来教会 我们就找他喝茶 他就跟我们讲他的故事 很好听的一个故事 很好听的一个故事 他在MCO那个时候 他是驾驾的 他就在资隆坡价 他有载一个顾客去这个邦莎那边 然后邦莎那边有一个妈妈店 很好吃的 不过很多人的 所以晚上嘛 他去到那个 载了那个顾客 他去找 妈妈店那边要吃 找来找去 找不到卡帕 太多人去 找找找找 他还是很肚子饿 突然间 他还记得耶稣 他没有忘记耶稣 需要耶稣帮 他就记得他 他就 祷告 给他我试试看 祷告 看可以找到parking 没有 他祷告 他祷告 祷告了 很快哦 找到parking 还不相信 哎呀 偶然的 这个 coincident OK 后来 过了两天 他又在一个 人区 邦莎 又要去那个妈妈店 OK 他讲 就是我不要祷告 我看我找到没有parking 他找找找找 找很多个字 真的是找不到 OK 我再试试看 看耶稣是不是听祷告的 他就 祷告 哎 是哦 又找到parking哦 哎 他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 Amen 他就更相信耶稣了 后来大事情发生 五月的时候 有一天 他醒过 他睡觉 睡觉 一醒过来 半生不睡 他中手 哇 那个时候他很害怕 他52岁不了了 还是要照顾太太跟儿女 半生不睡 他很怕 不过 他记得耶稣 他记得耶稣是听祷告的 因为说耶稣鼓励他parking两次了 Amen OK 所以他就祷告 当然了都是要去看医生了 所以他的太太就快点 载他去 去你的医院 不要讲那个医院的名了 去那个 这是private hospital来的 死人医院 去到那个地方 他们就照 scan他的脑 看到有黑影 看到有那个blood clot 那个scan 不过很可惜 那个医院没有那个药 本来你要打一个针进去 让那个药进去 可以打散那个blood clot Amen 所以他没有 没有就要载他上去 Daman Sarah 然后那个医生还跟他讲 如果超过六个钟头 没有得意的 更怕 他会不会更怕 更怕 我睡着了 我哪里知道 有几多个钟头过了 这样好 我跟你讲 他辟气祷告 主啊你救我 耶稣你医我 我跟你讲 神真是挺祷告 他上那个ambulance的时候 他开始可以动了 到Daman Sarah 他完全好了 不过医生没有 难道的医生 肯定要check清楚吗 Amen 又再scan过 不见掉 有可能跑去别的地方了 就scan这里咯 这里有两个大条的 什么 那个血管 scan 有没有 有可能去心脏了 就scan心脏 scan来 scan去 scan来 scan去 scan不到 Amen Amen Hallelujah 我跟你讲 神很好 他要鼓励我们 我们没有去为他祷告 神都是可以自己来 我们不够信心 神自己来 然后他又乖乖回来教会了 Amen 他有在教会做见证了 然后你知道是谁了 拜六 拜六 我不知道你家里没有 我讲道的时候 他有做这个 这个了 感谢主 这个就是神的 呼和的大能 Amen 耶稣两千年 做一次的工作 今天耶稣还在做一次 有时候我们的信心 我们没有什么信心了 好像我这样 祷告到不是很相信了 可耶稣可以一致了 会不会 这个坦诚 我祷告你得不到一致 不管耶稣的事 是我的事 不要怪耶稣 感谢主 来 我们继续看 第三 保罗都渴望什么呢 可以跟耶稣一起同受苦 Amen 谁喜欢受苦的 喜欢吗 这里有谁喜欢受苦的 我不喜欢 你喜欢吗 有谁喜欢受苦的 如果你很喜欢受苦的 有个人要去 担用rabotan check一check 不过 不过 我就看到我的儿子 最近做了爸爸 我就做了公公 他生了一个baby 他的太太生了一个baby 三更半夜 需要起来照顾 不过他照顾到很开心 虽然需要受一点的苦 不过照顾到很开心 Amen 这个就是正常的 Amen 耶稣你为你爱的人受一点苦 会不会开心 开心 Amen 这个是正常的 Hallelujah 所以说自己保罗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他的祷告 这个是他所追求的 切地要追求的 可以有机会 跟耶稣一起同受苦 因为他爱耶稣 为耶稣受一点苦 他会很喜乐 很耀 耶稣为我们 都是吗 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他不是哭住的 他不是 哎哟 圣经跟我们讲 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他是充满喜乐的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he faced the cross 为什么 他是为天父 他所爱的 他是为你跟我 他所爱的 受这个苦 喝这个苦杯 Amen Amen 所以保罗都是 我跟你讲 保罗更真是 跟耶稣同受苦 很厉害 大家读圣经 你就知道 Amen 所以我在这个美丹游 我有受一点点的苦 不多 你说我这个家伙 是享受惯的 有可能我受那些苦 对你来讲不是苦 我在美丹游 为耶稣受 跟耶稣同受什么苦 我跟大家讲一讲 那个地方是高的地方 蛮冷的 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 我就第一天 那种EG是整天的 早上到晚上 到三更半夜 你才可以有机会去冲凉 我跟你讲 到三更半夜 蛮冷的 那边没有 没有火热的 没有火热的 没有热水的 所以第一天晚上 我不敢冲凉 我没有试过 没有冲凉的 在马来西亚一天 有个人冲凉三次 在那边 不敢冲凉 他人 第二天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第二天 受奖 快快进去 快快出来 没有试过这样快了 感谢主 可以跟耶稣 通受苦一点点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还有什么 多多关子知道 我不可以睡那些 软软的 mattress 因为说我有两个 steepleast站 也有两个 steepleast站 这里 都蛮严重的 都是蛮 advanced 如果还 还坏下去 就要开刀了 所以我就 如果那个床太暖 我要睡地上了 硬硬 那个只是OK 不过睡到半夜 蛮痛的 都不惯睡到地上 这样硬 然后他们那边是 睡那些 double decker的 所以有时候要起来 砰 创到头 常常的起来 砰 创到头 好玩 然后吃他们的东西 不惯 Constipation就来了 你知道什么是 Constipation 放不出 遍臂 遍臂 又没有那个药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我算错天 我去五天 我拿四天的药罢了 惨喔 你知道我有七种病 九种药 多个官有写一个report给我的 惨喔 要找那些药怎样找 不一定找得到 我跟你讲 找找找找找 找剩下那个 Eliquist没有 还有一个高血压 没有喔 有几样找不到 Eliquist是那个 Blood dinner来的 蛮严重的 没有办法 靠着耶稣的恩典 要憨憨得吃 衣服都是 拿少了一天 就有一些衣服穿一两天 两天就没有问题 冷嘛 地方OK了 在家有个人换 一天换两套衣服 在那边 一套衣服 有个人要穿两三天 感谢主啦 为耶稣受一点苦好的吗 Amen Amen OK 我10月又要去泰国 Northern Chenrai那边 做Egi 然后 11月我就会去Philippines 去那偏僻的Luzon 现在有一个大 大那个台风 在目前 那个地方 很多地方 然后台风 现在很多屋子被它吹掉了 那个时候 12月我们会去那边先叫 所以这次我祷告 主啊 你给我多一点点的苦 不要这样贪心 多一点点可以 我跟耶稣讲 我不要太多 太多就还受不了 垮在家那边就麻烦 Amen 哎呀 一点点来啦 OK 跟耶稣讲 给我多一点啦 不过不要太多 如果不是我回不到来 我回不到来就没有到跟你们讲了 Amen 要多一点为我带倒 10月等11月 两个都是比较挑战的地方 每一单就没有什么挑战 OK啦 Prasagi都是很多人去的 那个地方 OK继续讲 跟耶稣同受苦 然后最后 保罗的渴望 当耶稣再来 他就可以死里复活 就他 耶稣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体 Amen 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渴望的 当耶稣再来 那些死了的会死里复活 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 不会毁坏的身体 不会病的身体 我们就会永远跟耶稣一起 Amen OK 所以这个是整个目的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要追求的不是 多一点钱啊 这是没有错 不是多一点恩高啊 多一点恩赐啊 多大一点的ministerium 大一点的教会啊 当然这些不是错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追求更认识主 抓紧的不是这些东西 抓紧的是耶稣 Amen Amen 这个记得 然后 这些耶稣要给你什么 感谢主啦 如果耶稣要祝福 更多 没有问题啊 Amen 不过我们抓紧 不是那些东西 抓紧是耶稣 Amen 然后我们才知道 耶稣的心意是什么 你不抓紧耶稣 你不认识他 你哪里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 你哪里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 Amen 这个就是最重要嘛 来 所以我们继续看 OK 要怎样去 协力追求呢 好 福利比书第三章 来 请多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像叫飘干 自跑 Amen 所以你保罗跟我们讲 你要忘记背后 你才可以努力 前面前 很多时候 我们还抓紧背后 就好像那个 Pinang那个Hill 你要上那个山 你要不要上那个Tram 如果你还是 抓紧背后的东西 你就不愿意上那个Tram 上去那个山 一样的 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抓紧以前的事 耶稣有祝福我们 耶稣有给他的恩典给我们 好像这个EG的Ministry 耶稣有给我们 我们做了很多年了 不过 耶稣所给我们那套 是不是停留在那边 是 这套东西 是当初我们抓紧 耶稣的时候 耶稣祝福我们的 耶稣教导我们的 不过 耶稣还有更多的要给 我们不可以停留在 以前的事 Amen 如果这个事 耶稣所给你的 祝福 给你的Ministry 给你的教导 给你的什么 你抓紧它 这个都是耶稣给的 不过如果你抓紧这些东西 你就不可以继续 向前跑 你就靠你现在所有的 去服事神 所以你就停留 没有再继续进步 Amen 你明白耶稣要讲什么吗 这些没有错的 所以我们继续 不要抓紧这些东西 你抓紧耶稣 耶稣就会继续带领你 继续奔跑 继续向前跑 Amen Amen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垮在那边 没有继续向前跑 因为什么 我们还是抓紧以前的 耶稣要做新的事 我们还是抓紧那些旧的事 Amen 这个蛮重要 我们继续看 所以在这个EG 神做什么新事 所以我还记得 平常在马来西亚的EG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和好的画面 在印尼我们就看到 在梅丹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耶稣做一个新的事情 如果我们抓紧旧的事 我们就没有抓紧耶稣 我们就体会不到 这个和好的工作 Amen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在马来西亚 平常我们没有一家人 一家人参加EG 平常我们就带领一个人 有人伤你 你要原谅那个人 然后你要叫天父原谅你 因为你有真恨 对他有真恨 你对他有不原谅的心 所以平常我们就带领一个人 披子原谅罢了 不过因为伤他 那个人不在场 可以做和好的工作吗 做不到 他就回家 回家 他有没有做和好的工作 不知道 所以不是完成 完全 整个过程 整个一致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那个人要跟 伤害他的人和好 Amen 这个就是我看到 是缺乏的 在我们当中 在马来西亚 不过在印尼 他们一家人 一家人来的 EG 我们这里有时候是爸爸来 太太没有来 有时候是儿子来 父母没有来 我跟你讲 伤害你最厉害的是谁 是谁 是我吗 我是跟你不熟 哪里有机会伤你 对不对 伤害你最多的是谁 蛤 哪里是魔鬼 你身边的人啊 Amen 是你自己的家人啊 你跟他们最多摩擦的嘛 我都没有住在你的家 你哪里可以 哪里有跟我有摩擦 一年有可能 我见你几次 哪里有机会骂你 还是跟你伤你 没有这个机会 我跟你讲 伤害我们最厉害的 是我们身边的人 Amen 不是他们要啊 因为什么 住在一起很多摩擦 会的 所以这个和好的工作 蛮重要 Amen 我们不单单要神原谅我们 我们要原谅那个人 神都是要我们和好 那个时候 那个印尼的牧师 有这个感动 平常在EG 我们没有做 他有这个感动 神给他那个感动 要扶照 做和好 哇 那个画面真是很美 一夹一夹 抱住那边 彼此认罪 彼此和好 Amen 所以我就看到他们 哇 一夹一夹 人家在那边哭 皮子和好 我就看到我自己 惨 他们有人抱 我没有人抱 后来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这个年轻人来找我 这个年轻人 是我服侍他的 一对一啊 我服侍他 他跟我的情况一样 他的爸爸 五十多岁就死了 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好 虽然他有原谅他的爸爸 不过他没有机会 跟他爸爸和好 他爸爸就走了 我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的爸爸就是个赌博的嘛 那个时候我不认他了 我对他很羞耻 不要认他做我的爸爸 后来 不过你不要看那些最坏蛋的 最先信主就是他们 后来他带耶稣来 然后来到我家 我们就一个个信了耶稣 后来有一天神就感动我 跟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都给他伤他很厉害的 赌博的人你知道了 什么都拿去当啊 借一大堆钱啊 你要还啊 一大堆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 有一个下午 坐在一起 披子联谅 披子祷告 披子和好 哇 我跟你讲啊 我这样多年啊 没有要他的爱 从那天开始啊 我要我的爸爸的爱 这样多年啊 我去接他的 虽然信了耶稣 我不要他的爱 那时候伤我很厉害嘛 说当我们披子 原谅披子 神医治我们 我就要跟他和好 我真是跟他和好 那时候 我的关系跟他就恢复了 我们披子有相爱了 没有拦阻了 后来啊 很可惜 过了两个月啊 神就载他回家 回天家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我哭到半命 我在外面的时候 他中那个 Azma 然后就心脏出问题的时候 我的弟弟 call我 我就叫他弟弟 call ambulance 隔壁都是医生来的 call隔壁的医生过来 我就冲着回来 我就一路为 祷告 神啊 你不要带他走 你不要带他走先 然后神跟我讲 是时候 我要带他走 我哭到半命 我不舍得我的爸爸走 我爱他 我都是要继续 跟他有那个爱的关系 没错 我们和好了吗 说弟兄姐妹 不要等 我要鼓励你们 这个弟兄就听到 我讲这个见证 不要等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爸爸妈妈 几时走 我们不知道 我们身边的人几时走 如果今天神感动你 快点跟他们和好 Amen 快点跟他们和好 后来这个弟兄就找我 他跟我讲 你可以代表我的爸爸吗 为我祷告 我那时候很开心 我为他祷告 他哭到半命 我整个衣服都给他扣到 全部是眼泪 不过 我里面都是很开心 Amen Amen 美好的画面 我以前没有经历过 第一次在这个EG 我们经历过 所以我们要继续 Press on Amen 继续 神有更多的要给我们 更多的恩典神要给我们 Amen 不过不要抓紧 目前我们有的 你抓紧 目前你有的 你就靠自己 靠你的材料 靠你的什么东西了 你就不是靠他了 如果Dominic是耶稣 来 你站在这 他有给了我吗 一大堆东西 我只抓紧 这些东西不需要他 不需要你 不行啊 他要给我更多的 我就抓不到了 如果我今天 我抓紧他 抱住他 很亲密 我有什么东西 他要给我 他很容易跟我讲的 我就跟随他嘛 跟他一起跑嘛 Amen Amen 所以你要抓紧是 耶稣 Amen 耶稣就会继续带领你 Amen 耶稣就会继续教导你 你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 进步 不要抓紧 耶稣所给你的 抓到吗 抓到吗 要抓紧耶稣 耶稣什么都有啊 看他要给你什么罢了 是不是 神讲 所有的 All our inheritance is in him 神所给我们 一切的 inheritance 是什么 inheritance 是在耶稣里面 Amen 一切的祝福 一切神要给我们 全部是在 祂的儿子里面 所以你要抓紧是 那个儿子 OK OK 所以到这里了 OK 今天的福招是什么 有三种人 在这个赛跑中 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绑住的 绑到你都跑不动了 在这个墙壁这样 锁链锁到一大堆 你这样跑 跑不动 锁住了 你要跑都跑不动 这些人需要释放 都是很受伤的 需要医治 受伤的一个ethnic 要怎样赛跑 赛跑不到 所以你需要医治 需要被释放 所以第二种融资 好像 以前我都是这样 我被假先知骗 我就在捆绑中 差不多十年 大家有听过我的经证 我都是在一个这样的 EGcamp 被释放出来 Amen 如果不是 我还是绑住 我不知道你们 有在挣扎几多年 如果你是这种人 你需要耶稣释放 Amen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他已经开始跑了 好像我以前这样 跑到一半 跟教会领导吵架 差点分裂教会 跑到一半 跟太太吵架 差点离分 当你跑到一半 你吵架的时候 你会继续跑吗 你会继续仰望耶稣吗 不会 你仰望你的敌人 你仰望 你很 很没有时间 来跟求耶稣了 你在那边停留了 在那边骂架 那个不好 Amen Amen 你的焦点不是耶稣了 你的焦点是 你的太太 教会领导 你就在那边骂架 那个时候我差点离分 我差点分裂教会 后来感谢主我悔改了 悔改了就继续奔跑 Amen 所以第三种是什么呢 刚刚我讲了 抓紧背后的 抓紧那些旧的 耶稣所祝福你的 没有真实抓紧耶稣 你就不可以继续上前跑 所以今天 希望 神用祂的真理 来祝福你跟我 我们要抓紧的是 耶稣 我们要Press on 谢力追求 来认识耶稣 认识祂的 祂的 富货的大能 要跟耶稣一起 同受苦 有一天 我们要跟耶稣 一起 富货 Amen 死里富货 Amen OK来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 来我交给多个关 神用祂的 每人站起来 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今天 时间到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 带到 请上前来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你 今天晚上给我们 这样的信息 很重要的信息 上帝 让我们往 漂看 跑 不是抓紧背后 上帝 你有很多东西 要给我们 我们是你 蒙福的孩子 哈利利亚 十字架在前面 世界在后面 这是你教导我们的 我们不要 残念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有一天会灭亡 但是我们 是 造作漂干一般 那就是我们的 天堂的路 永生的道路 上帝 谢谢你赐给我们 这么好的 目的 还有我们 势力抓紧 这个 你赐给我们的 目的 漂干 我们把弟兄姐妹 交托给你 让你来 引导他们 让你的爱来 教官他们 你的怜悯 哈利利亚 你的圣灵的团契 永远跟他们在一起 这般孩子 都是蒙福的孩子 这般孩子 都是得胜有余的孩子 这般孩子 都是 你的 产业 你的自保 谢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当 音乐跑座的时候 向前来 都是那些需要带导的 我们的 这个讲言 神冒犯 牧师会为我们带导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